财经焦点来关心川普即将上任 外界关心未来的高关税 可能再度冲击到国际贸易 央行总裁杨金龙今天说 台湾对美国是顺差 是因为美国需要我们的晶片 因此不至于制裁台湾 应该要透过扩大对美国采购能源军品等等 缩小对美贸易的顺差 包含台积电赴美投资 或者是其他厂商增加到美国的投资 都是能够平衡双边贸易失衡的办法 美国总统川普重返白宫 外界担心对台湾不利 央行总裁杨金龙周四前往立院 备巡时提出他的看法 认为台湾被制裁几率不高 从美台的之间的一个贸易来看的话 事实上是我们 我们这两个国家的一个合作 是两亿的 是很好的 因为说实在的它是设计 我们是制造 而且我们的这个制造又是非常先进的 他们了解我们台湾对它的一个顺差 这个是因为是美国需要的 不是因为就说我们的价格很低 不是 因为这个晶片 这个资通讯它这个是一个战略的物资 杨金龙说川普2.0如果加强对中国科技制裁 台湾厂商或许有机会受贿转单效应 但也有人担心川普回国 台积电创卖人张忠谋曾提到的 全球化疑死亦语成称 对此杨金龙回应 全球化是碎片化 台厂能够灵活阴影 并且央行总裁对川普曾经扬言要寄出的高关税 也抱持怀疑态度 我从3%要到18%那非常高 那你从20%要到68%那是很高 那我总觉得 我也个人总觉得 就是说60%真的有可能吗 不过我也不是说不可能 我只能说怀疑 杨金龙评估在电动车 离电池以及太阳能板 贝克60%的关税比较有可能 全面实施有难度 Fed的主席他讲了一句话 讲得很好 他说他对于这个证件 川普的证件 他不去预测 他不去假设 后面的这个 我们就必须要非常小心 包括我们的后币政策要怎么来应应 对于就是说这个 汇率报告我们要怎么来应应 央行事迹 美国新政府的高度不确定性 可能会让联准会降息步调申变 台湾金融税场波动 根植加剧 另一方面 台湾被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 恐怕成为常态 因此接下来不排除扩大对美采购 缩小贸易顺差 包括台积电赴美投资 就是一个可以平衡双边贸易失衡的方法 记者黄友柔陈玉智 台北采访报道